一人一能进早前因为某些微博账号发布评论 他是烂人等侮辱字眼 一能进在微博呛声博主 并在6月25号公布律师函 不仅要求这些账号公开道歉 更将其中一位博主起诉至北京市朝元区人民法院 同时保留追究其他恶与侮辱和诽谤者责任的权利 8月25号一能进工作室 转发向营销号所发的警告函 直言法庭件 并且透露了这宗诉讼案的最新进展 警告函要求侵权的网络用户立马停止侵权 并向一能进赔礼道歉 并声明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绝不姑息 一能进的粉丝纷纷留言表示支持 指这些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优酷全娱乐整理不到 一人一能进早前因为某些微博账号发布评论 他是烂人等侮辱字眼 一能进在微博呛声博主 并在6月25号公布律师函 不仅要求这些账号公开道歉 更将其中一位博主起诉至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同时保留追究其他恶与侮辱和诽谤者责任的权利 8月25号一能进工作室 转发向营销号所发的警告函 直言法庭件 并且透露了这宗诉讼案的最新进展 警告函要求侵权的网络用户立马停止侵权 并向一能进赔礼道歉 并声明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绝不姑息 一能进的粉丝纷纷留言表示支持 指这些人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任 优酷全娱乐整理不到 阿咖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